直播把10月4日去,在度过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红黑赛季后,伯姆奇选择回归斑马军团,然而不放游泳球迷还未完全接纳这位曾经的宠儿。 伯姆奇最近两场比赛发挥出色,在接受的零体日报采访时,他谈到了自己这段时间的感想,安眠球场的掌声,很高兴能收获游泳球迷的掌声。 我在联赛进球时也感受了他们的支持,我一直十分尊重球迷,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,不能抹去,我能做的就是为游泳付出一切。 我希望有一天能再听到游泳球迷高唱我的名字,就像从前那样,游泳的新面貌,在我效率期间,这个赛季的游泳图丝实力最为强大,风格最为突出,我们对待比赛的态度都有了改变。 至少纸面上而言体比赛会变得更加容易,不过赛季还很漫长,如今看起来轻松的事情以后未必如此,12月会是一个重要的月份,我们需要在身体和心理上做好十足准备,来年的3月的5月,更是一拳雌雄的紧要关头。 我们应该做好完全准备,净正常传助攻的发来,当你修处后未少见的精彩动作,确实会感到心旷神疑。 我喜欢让复杂的事情简单化,有时却难免发生低级错误,就像对战纳布勒斯的那力失求,大多是因为我不够专注,需要好好提升这一点。 马洛塔的离开从个人角度来说,马洛塔的离去肯定难以填补,做出学,定的人都有自己的考虑,我只希望马洛塔将来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。 儿子洛伦所被独林队的足球学校录取众所周知,我儿子是贝洛帝的球迷,他支持独林队,上赛季莫德林队有一场视讯,他很喜欢,六岁就能有机会被足球学校录取。 洛伦所的选择没有问题,只要他开心,overwinning。